我在上一個影片分享兩年多來第一次出國 和在巴黎的一個週末 巴黎是很好玩沒有錯 但我覺得既然有時間 我想要多看看一些法國的其他地方 現在時間是早上六點多 然後我們要前往一個集合的地點 那我們這一次要去聖明希爾山的方式 其實算是跟著一個旅行團 然後他會提供往返的交通 然後還有去這個聖明希爾山的門票這樣子 那因為其實從巴黎市區到聖明希爾山 有大概400公里的路程 那我們有比較過開車或是坐火車 所花的這個時間跟費用 其實都相對來講比較不划算 所以我們最後才會決定就是 好那買這個旅行車的一個package吧 經過了大約四個小時 終於抵達了遙遠的聖明希爾山 現在就在後面就是已經可以看到聖明希爾山 那總共還是要再走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因為這個距離有三公里 或是你可以搭那個Shadow Bus 或是Shadow Bus排隊的人 但就五分鐘就可以搭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這個路上去 我們現在走到聖明希爾山上面的一個Avi 就是修道院 然後這邊的人真的比想要工多很多耶 然後今天其實是禮拜一吧 原本就是覺得那 可能這裡已經算是一週裡面 人比較少的一天 結果超級的 就整個爆滿的狀態 就在這裡跟小小的城堡裡面 對啊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要來的話 可以考慮看看吧 如果你真的對這邊很有興趣的話 可能你至少要住一個晚上 然後就是等人朝上去的時候 應該晃起來會比較有品質 不然的話我覺得法國還有很多地方 其實可以先去 Masha 你來跟大家講一下這邊的歷史 你剛剛有讀 對不對 就是大概708年 這邊一些神律 就看到一個石頭 就是比較遠的地方 然後他們就決定 在這裡 所以這邊本來是石頭 就本來一個石頭 然後他們覺得很適合做一個 腳踏還是什麼 然後我本來就一個小小的腳踏 可是 開始之後那些 神律大概有多 然後他們就是開始 再做一些 再加一些新的腳踏 然後再加一些放置 然後之後就是一個 一個人 一個神律 他門到一個聖麥可 對啊 然後他就覺得 就是一個sign 然後就壓著 在故事這個 然後現在就 可是大概10億四季才沒做好 所以他們做了一塊 要歡迎 那我們在這邊 就是大概 三個半小時的時間 然後現在要回去 我覺得 就算時間上是真的 很緊張 就是因為 聖明現在才是 很厲害的 而且路 真的看起來 非常酷 也覺得就是 能真的 讓你親眼看得到 這樣子的 風景 也是蠻棒的 然後呢 等一下又要再做到 剛才四個修車車 回到巴黎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這個影片按個讚 然後想要看到更多的內容的話 歡迎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了 掰掰